人的这一生当中都想要儿女双全 凑成一个好字 女儿相对于儿子来说 永远是比较孝顺的那一个 当然了 生活中也有一些儿子非常的孝顺 但是他们的孝顺是建立在利益之上的 比如说周大爷 他儿子对他的孝顺就是在建立在利益之上 周大爷在他儿子家生活了两年 儿媳非常的孝顺 可是当周大爷把他所有的财产都交给儿子之后 儿子和儿媳对他的态度却发生了180度的转弯 他们变得特别的冷漠 周大爷受不了 于是去投奔了远嫁的女儿 可是当周大爷到了女儿家之后 他却后悔了 来自周大爷的字数 我今年65岁了 退休了十年 老伴五年前因病去世 我每个月有3500块钱的退休金 我有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 凑成了一个好字 儿子和女儿 我一样疼爱 有儿子什么东西 就有女儿什么东西 不偏不倚 我们家条件挺不错的 我是村里的主任 有一份正式的工作 每个月有固定的工资 我和老伴从不乱花钱 这么多年来也也攒了不少钱 最终在市区买了一套房子 买了房子之后 老伴就带着孩子去了市区上学 让我比较高兴的 是儿子和女儿 他们两个学习 都挺好的 后来相继考上了大学 女儿去了外地上大学 当时我就在想 女儿大学毕业之后 千万不要留在外地工作 找一个外地的男朋友 可是怕什么 来什么 女儿大学毕业之后 真的找了一个外地的男朋友 我不同意女儿和她在一起 女儿不需要和我断绝关系 一去之下 我把她赶出了家门 我接受不了女儿远嫁 对我来说 女儿远嫁有和没有差不多 我把女儿赶出家门 老伴很心疼 曾不止一次地劝我不要这样做 我向来说一不二 既然女儿要远嫁 那我就当没有这个女儿 自从女儿远嫁之后 她给我打了好多电话 我也不接 我明确地告诉她 既然她决定远嫁 那就不要和我联系 其实说实在的 我可想女儿了 曾不止一次冲动地想给她打电话 可是自尊心作祟 我不想轻易原谅她 以前女儿比较省心 可是自从大学毕业之后 我觉得儿子反而更省心 儿子大学毕业之后 考了公务员 找了一份不错的工作 后来认识了一个女孩 她在公交公司上班 人长得漂亮又懂事 家事市区的 父母都有正式的工作 儿子和他女朋友谈了一年半之后 准备结婚 结婚的条件就是 婚后不和父母住一起 我和老伴这一点倒想得挺开 认为年轻人不愿和父母 生活在一起情有可原 虽然我们市区有房子 还是花钱在市区 给他们重新买了新房 买完房之后 我儿子顺利地结婚了 可是我发现 自从我儿子结婚以后 他变了很多 到底哪里变了 我一时半会而说不出来 总感觉他变得 有点没人情味了 儿子有了孩子之后 也没有让老伴帮忙带孩子 亲家公亲家母退休了 孩子交给了他们 我和我老伴想着不让我们带 就不让我们带吧 省得发生矛盾 此时距离女儿远嫁已经五年了 这五年我依然没有主动联系过女儿 女儿打电话我也不接 五年前老伴突然疾病 去世之前 他千叮咛万嘱咐 让我原谅女儿 他想见女儿最后一面 我被逼无奈只好给女儿打电话 让他快速地赶回来 那是我这五年以来 第一次打给女儿打电话 女儿接到我的电话之后 知道他母亲快要不行了 马不停蹄地赶了回来 即便如此 他也没有见上他母亲最后一面 我不想让女儿远嫁 有一方面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一个 哪怕现在交通在发达 真想回来一时半会也很难 看到几年没见的女儿 我的眼眶红了 我问他这些年过得怎么样 女儿笑笑说 挺好的 可是从他的穿衣打扮 我觉得女儿过得并没有他说得那么好 虽然如此 我也没有揭穿女儿 假装他过得很好 处理完老伴的后事 女儿就急匆匆地赶了回去 临走的时候我告诉他 有时间了把女婿和孩子带过来 我瞧瞧 女儿点了点头 老伴去世以后 我本想一个人生活 可是儿子和儿媳 却多次邀请我去他们家 刚开始我还有点不相信 觉得他们可能就口头上说说罢了 可是后来我发现 他们真心实意地想让我去他们家 当时我就在想 我老伴在的时候 能帮他们做家务 带孩子 他都不让去 现在老伴去世了 我一个糟老头子既不会做家务 也不会带孩子 我去他们家能干吗 除了给他们添麻烦 什么用都没有 我不想去 可是儿子儿媳却强烈地要求我去 当时我在想 他们是不是别有目的 去了儿子家以后 我发现儿子和儿媳 对我的态度很好 做饭前儿媳妇每次都问我想吃什么 我想吃什么 他就做什么 我不会做家务 儿媳妇也不嫌弃我 甚至有的时候做好饭端到我面前 儿媳妇对我这么好 让我有点受宠若惊 我总觉得他们后面憋着大招等着我 为此 我不敢把我的存款以及养老金交给儿子 我要给自己留条后路 我怕到时候我把钱给了他们 他们不笑 就这样我在我儿子家待了半年 这半年儿子和儿媳对我很好 而我每个月给他们三千块钱的生活费 至于我的存款 我并没有给他们 老伴去世了半年 我也原谅了女儿 可是我发现女儿并没有像以前一样 经常给我打电话 有时候我给他打电话 他总说忙 丝毫没有提带着孩子和女婿回家 看望我的事情 想到这我就有点生气 不知道女儿为什么这样做 我都原谅她了 她还想怎么样 每次我提到 让女儿带着孩子和女婿回家看我 女儿总是避而不谈 找各种各样的借口拒绝我 暑假放假了 我以为女儿一定会带孩子回来看我 可是她又再一次拒绝了我 我很生气 和她吵了一架 说她就是故意的 不想回来看我 女儿听到我这样说之后 竟然大哭了起来 我不明白女儿为什么会哭 我只是让她回来看看我而已 我有什么错 后来我才明白 原来女儿之所以不回来 是有原因的 自从我给女儿吵过架 以后 这半年以来 女儿几乎没给我打过电话 此时我在儿子家生活已经一年了 儿媳对我很好 再加上我总感觉自己年龄大了 老是忘东忘西 我怕自己得了老年痴呆 到时候什么都不记得 我把我所有的存款三十万块钱交给了儿子 儿子拿到钱之后再向我保证 说只要我需要 他随时会给我 绝不会动用一分钱 前一段时间 我的老房子拆迁 赔了一百二十万块钱 我觉得 在儿子家生活得挺好的 挺幸福的 儿子儿媳都对我很好 我一年到头也花不了几个钱 况且我每个月 还有几千块钱的退休金 我要那么多钱没用 于是我便直接把他全部拆迁款都给了儿子 我本来想着分给女儿一部分的 但是我想到女儿远嫁这些年 我多次让他带女婿 外孙 回家看我他都不肯 我便放弃了这种想法 我虽然有气 但是我打心眼里还是挺在乎女儿的 给儿子钱的时候 我明确地告诉他 这一百二十万块钱有女儿的一半 儿子当时并没有说什么 我默认他同意了 自从儿子儿媳拿到拆迁款之后 我发现他们对我的态度 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以前我不做家务 儿媳从来不会嫌弃 每次做饭 她都会提前问我想吃什么 可是现在不会了 现在儿媳妇各种的嫌弃我 不是嫌我在家抽烟了 不洗澡 就是嫌弃我上厕所马桶冲不干净了 总之就是不管我做什么都不对 我在儿子家生活了两年 自从一年前 我把仅有的三十万块 以及所有的拆迁款给了他们以后 儿子儿媳对我没有了之前的耐心 前段时间发生了一件 让我特别生气的事情 我边吃饭 边看手机 孙子坐在我一旁 他伸着头去看我的手机 儿媳看到以后 直接说了一句 吃饭的时候不要看手机 孩子不听 他气得直接打了孙子一顿 把我的手机给关了 然后扔到了桌子上 还说了一句 上梁不正下梁歪 我当时可生气了 想着以前 偶尔我也是边吃饭边看手机 也没见他说什么 可是现在怎么就变这样了呢 他只要有一点不高兴的地方 就打孙子 这不明摆着故意的吗 我实在是忍不了了 冲儿媳吼了起来 没想到儿媳妇直接说了一句 这三年来 你在我们家吃我们家的 喝我们家的 从来没有花过一分钱 整天一堆的坏毛病 我早就不想伺候你了 如果不是看在你的房子 即将拆迁的份上 我才懒得伺候你呢 听到这我才明白 原来早在两年前 他们就知道 我的老房子要拆迁 所以才会让我来他们家养老 现在拆迁款到手了 他们就要把我给踢开 真是个白眼狼 原来他们的孝顺 是建立的利益之上的 我很想离开儿子家 可是我没有自己的房子了 哪都去不了 在儿媳家忍气吞声 我又做不到 这时候我想到了远嫁的女儿 于是我给她打了个电话 说我要去他们家看看 女儿刚开始不同意 后来不过我 只好同意 直接女儿却说道 爸 你来我们家 我不反对 但是你来了以后 我可不敢保证 你能适应我们家的生活 我家条件可比弟弟家差远了 当时我就在想 有什么适应不了的 在女儿家再坏 也不比在儿子家强吧 和女儿商量好以后 我就踏上了去女儿家的路 到了女儿家之后 我是彻底的傻眼了 我才知道原来女儿这些年 过得这么不容易 女儿怀孕八个多月的时候 女婿骑电瓶车带她去检查 去医院的路上 他们等红灯的时候 遇到了一个刹车失灵的小轿车 小轿车直接把女儿撞倒在地 女婿为了保护女儿腿被压到了 双腿截肢 从此失去了双腿 孩子也因为早产 大脑缺氧 得了脑瘫 看到这一切后 我的心情没办法形容 我责怪我自己 这些年没和女儿好好地沟通 导致她吃了这么多的苦 现在女儿一边工作 一边还要照顾脑瘫的孩子 瘫痪的丈夫 每天累得不能行 我真不知道这些年 她怎么熬过来的 女儿说发生事故以后 小轿车的车主当场死亡 他们家的家庭条件也不好 父母年龄大了 妻子和她离婚了 家里还有一个年幼的孩子 女儿不忍心为难他们 保险没有赔多少钱 为了给孙子做康复 女儿不得不把他们家里的房子卖了 这些年 他们一直租房子住 为了改变女儿家的生活条件 于是我给儿子打了一个电话 让儿子把本该属于女儿的 那六十万块钱给他 可是他儿子接到电话以后 竟然不同意他说道 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 女儿没有资格继承我的财产 他是我唯一的儿子 理应继承我的一切 我很生气 告诉他 我银行卡里的三十万块钱 我可以不要 但是一百二十万拆迁款 必须有女儿一半 另外我把这些年 女儿的经历都告诉了他 并且把女儿家的生活环境拍照片发给了他 本以为他会同情女儿 把钱给女儿 可是儿子油盐不尽 不管我怎么说 他就是不同意 说钱他拿去投资了 没有了 实在没有办法 我把我工资卡里面 仅有的十万块钱取出来给了女儿 我决定用法律的手段 保护女儿的权益 最终儿子同意给女儿六十万块钱 但是儿子却说 从此以后他不再给我养老 既然我把钱给了女儿 那就应该有女儿给我养老 现在的我很后悔当初的决定 我应该给自己留条后路 不应该轻易相信 儿子和儿媳 经过这一件事情 我算是看透了儿子和儿媳 我不想给女儿添麻烦 准备过一段时间回老家 在老家租个房子住 我每个月还有三千多块钱的退休工资 只要我不乱花 足够我养老 得知我的想法后 女儿说什么都不让我回去 她说她就是要饭 有她一口吃的 也有我一口吃的 我儿子不管我 不问我 他管我 问我 给我养老 小伙伴